哈囉 大家好 我是王芸娥 歡迎回到一週一早餐店開銷的頻道 今天呢 我們要去一間 我大概吃了有六年時間的古早味蛋餅店吧 但是今天的影片比較特別 因為今天呢 我想要把他帶回家 我在想 通常大家的爸媽級的長輩呢 應該都比較少在外面吃早餐吧 就像是我媽媽跟我爸爸 他們就是都在家吃早餐 不管是吃麵包啊 吃優格啊 吃麥片啊 所以我想說 那這樣子 我想要把今天早餐帶回家 讓我媽評論看看 沒有吃過外面早點的長輩們的評價如何 那我們就趕快出發吧 聽到了啊 一個雙蛋蛋餅 然後一個饅頭夾蛋 一杯豆漿 來到了 趕快回家 可以 我們回到家 媽媽已經做好在我旁邊了 所以我們趕快來開始吃第一樣吧 第一樣就是他們家的古早味蛋餅 你們可以看到 它這個古早味蛋餅呢 跟外面那種比較不一樣是 它是直接是一坨的 外面呢 不是就是會捲起來 然後切片切片切片嗎 它不是 它就是一坨 因為我看它這個方式 它是一整片間 它不會把它捲起來 它直接把它剁開 然後它剁開啊 它是很隨意的剁 就是大小不易 你看到會這樣就是一坨 然後再塑膠蛋餅 那我們趕快來吃吃看吧 首先先請媽媽試吃 請說感言 有一種香氣是什麼 對 這是他們家多的香氣 其實我在外面都沒有聞到的 可是它也不是 也不是蔥味 也不是蛋香 應該是麵粉 本身打下去就是有醬這個香料 可是這個香料說真的吃不出來 但是很好吃吧 還不錯 我買回來之前我很怕說 也會說 啊 怎麼那麼油啊 還好 不會 嗯 真的還好 你知道這件事 我之前上班 想說我家到公司 其實只有5到10分鐘的距離 如果你想要吃它 我會特地騎15到20分的距離 去這間早餐店 再騎15到20分的距離回公司 感覺像那個 放那個 魚漿啊 黑麵那種香料 嗯 對 有一點好 有一點點的香味 對 果然是 專業家屬主婦 它比起一般的胡桃味蛋餅 嗯 不會比那些胡桃味蛋餅還有 因為通常外面的都是用紙盒裝的嘛 那它下面一層全部都是有嘛 這邊有很明顯嘛 可是它這個袋子下面真的還好耶 真的 它這個多少錢嗎 我全部是買一個蛋餅 一個饅頭 兩杯飲料才88塊 分量很大 再來試吃 其實這是我自信想要吃的啦 因為我喜歡吃饅頭夾蛋 而且我喜歡吃黑饅頭 欸 知心想要吃一下 從小就愛吃 真的是從小就愛吃黑饅頭 不然其實大部分都買饅頭夾蛋嘛 讓我們吃 買一買去吃吧 它的蛋是 蔥蛋耶 它不是荷包蛋 它是 蔥蛋 好想加胡椒喔 胡椒 我們家有散胡椒嗎 欸 你要去哪裡 媽媽想要落跑 會不會女兒是胡椒碰媽媽其實也是 沒有 蛋餅真的比較好吃 蛋餅真的比較好吃 我個人覺得有名的是蛋餅 蛋餅有那個特殊的香氣 跟一般的蛋餅不一樣 那你覺得 以你常年都吃家裡的早餐 你覺得呢 偶爾吃可以啊 偶爾吃就是 那個很新奇 突然來一個很好吃的早餐這樣 不然平常都走健康路線啊 優格 白煮蛋 還有白煮蛋你看 還有就是 麵包啊 大部分通常都是這樣子 還有飲料 貴了要回來給媽媽喝 所以我買了一杯豆漿 不然平常我是不會買豆漿的人 那讓媽媽適合 沒有特別的濃 嗯 它也沒有之前我們提到的 膠味 我們之前去吃西濃居 我們不是有特別提到 它豆漿有一股很重的膠味嗎 再來就是我平常會點的 紅茶牛奶 他們家紅茶牛奶其實我已經忘記了 因為我很久沒有去了 你真的離太遠 嗯 它我們家的鮮奶茶比較沒有味道 就比較淡齁 對比較淡齁 欸這是紅茶吧 嗯 一點點嘛 我剛才看它也是用高木鮮奶 你知道高木鮮奶嗎 你知道高木鮮奶嗎 對啊 他也是用高木鮮奶 對啊 你知道之前高木鮮奶是 外面放一個那個牛奶瓶 然後裡面有保麗龍 然後早上可能五六點的時候 送牛奶的人員 他會直接放在我們那個 盒子裡面 就兩罐 那個盒子的事情 然後我先鑽了放兩罐 然後 早上起來就媽媽會出去拿 可是媽媽說後來 發現有人會來偷我們的牛奶 所以我們就不再定了 不然真的高木鮮奶還真的是 從小喝到大 給回憶欸 不過他們家這個好像還好齁 鮮奶本身當然是沒有問題 可是就是紅茶的香氣 比較沒有 對 所以它整體的味道都被改掉了 撲撲 撲撲 吃起來是這個蛋餅 比較有特色 真的 媽媽也對蛋餅 讚嘆有價 好的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囉 今天媽媽對這間早餐店的評價就是 蛋餅很讚 那其他就是普通 其實我原本也是 推薦他們家的蛋餅 那其他東西就是 私心買來的 對 那這間蛋餅真的很值得吃 而且整體下來非常便宜 我剛剛結帳的時候還嚇一跳 他說 我買了這麼多 怎麼才88塊而已 價格也非常的 實惠 大家有機會再去吃看看 一樣 大家還有哪間 早餐店的希望有去開箱的話 歡迎留言讓我知道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